回到家里 陈婉瑜和陈婉田 姐妹两人不需要妈妈的交代 主动打理家务事 就是减轻妈妈的负担 因为妈妈一个人做不来 这样多东西 因为这样有住家 妈妈可以捡那些布 那些拿车那些被案 我希望我可以坐一天 所以小小的地方 配合大家 妈妈张爱丽 想要回馈志工的关怀 把锁车的百纳被 捐给慈祭做乙卖 刚刚做家房的时候 我们现在去世不久 在生活收入方面 我们真的是 不懂要怎么办 刚好师傅想 这边有很多布 可以让我们做一些 也可以帮我们做一点收入 慢慢的 至少我们目前还可以过生活 我们就这样 我们只能做多少 就给师傅来做义卖好了 给我们一些机会 可以做乌司 都是会放在这边 过后我就来 再来我是直接再去环保证 除了两姐妹 接受慈祭助学金帮助的 还有游杰玲 尤其在参加人文营过后 开始在自家做资源回收 你在那边做环保 然后旁边又这样多人 这样看着你 很像有一点不好意思这样 我说过后就不会了 因为去酒了嘛 都知道要做什么东西 然后你不用去在意别人的眼光 给予奖助学金 也教导行善和行孝 爱的资粮会是他们收到 最有价值的智慧 戴新闻江妙珍 黄书彩 苏星宜 马来西亚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